你有什麼要交代的嗎? Hi 我是Renny 我是霍西音 我們這禮拜要來交代一些事情了 我就是要來說一下你啊 你這個人就是越來越嚴重 我說健忘症 我哪有?最近還好吧 就上次我陪你去拜那個四面佛 然後他明明就在松江南京站 然後你就在南京復興站 然後我們就坐到那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快點快點 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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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趕快就急著我要下車這樣子啊 然後一下車就想說奇怪這裡是哪裡? 其實根本就是南京復興啊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真的不太會坐公車 我到現在還是有 坐公車的那個問題存在 街景完全不一樣 你怎麼會下車站 我真的很奇怪 因為我坐公車我要很專心 我知道那天為什麼我會下座站 因為就是你一直叫我說 一直叫我爸查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被查手機 他查查 然後斷想到松江南京 我說 哈?松江南京?怎麼辦?我要下車了 我就趕快就說 松江南京站嗎? 你說對 好那我們趕快下車 就回到一個老問題就是說 你只要你上公車你就會很緊張 我會很緊張啊 我從以前到現在就有兩個毛病 就是我不會坐台鐵跟不會坐公車這件事情 因為你知道坐公車有一個很困難的點就是因為 你知道他們都不會播那個 哪一站哪一站要下車 他們只有閃那個就是螢幕嘛 重點是因為螢幕其實你常常坐在座位上根本看不到那個螢幕 這是一個很大的詬病 他不是會廣播嗎? 他不會廣播 現在公車基本上沒有在廣播的 他不會說某某站道路 不會 那時候捷運才有 所以基本上我只要一坐到公車覺得 哇 超可怕的 所以公車我就覺得有困難 然後台鐵是因為我覺得我常常看不懂那個 北上南下那個鐵道路 高鐵我看得懂喔 捷運我看得懂 但就是台鐵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常常搞不太懂 OK 早知道我們兩個出去我覺得如果碰到這個情況啊 你一定要就是負責這兩個項目 OK 我覺得一定很多人跟我一樣不會做 就是傻邊前途 公車跟台鐵 第一次啊 我們就去那個新衣區逛街的時候 嗯 那就看到那個 那個什麼大道啊 湘提大道啊 那邊 有街頭藝人 對 新衣湘提大道啊 有好多那種街頭藝人 然後遠方就傳來那種很熱鬧的聲音 然後又尖叫什麼 我們想說 欸 遠方其實看到他的時候他就穿了一個很像會發光的衣服 對 一個小背心還什麼的 對 然後那種彩虹色的這樣子 對啊 然後近看發現哇 他在跳舞娘 對 然後我就住主觀看了一下 然後又發現那個因為很熱鬧的聲音 他感覺那個背景音是蔡依林的舞娘沒錯 剛剛好像是什麼演唱會版本還什麼的 他自己有唱啊 對對對 然後那個背景音就是有那個尖叫聲 對 對 然後想說哇好熱鬧 欸 可是現場真的有些人也在尖叫欸 有尖叫嗎 有 有人有尖叫 我要想形容一下這個人齁 他常常在IG叫唱跳伊登 對 因為我們會知道是因為我們後來有去掃他的那個QR Code 對 才知道他要唱跳伊登 然後他真的非常的幽默 因為他那天就跳舞娘 他真的超忙的 他就是又有球 又有彩帶 又要唱歌 又要跳舞 然後還把那個什麼 那個特務J的那個鞋子也放進去 鞋子 就那個鞋子舞啊 那個是舞娘的舞耶 不是那個是特務J的舞 那個是舞娘的舞啊 鞋子哪是舞娘 是啦 特務J才是 才是鞋子舞好不好 真的喔 對啊 我怎麼印象中是舞 不是 他把他融合在一起 他把舞放在他的舞娘裡頭去 然後他有多瘋癲 就是他 那個舞娘的球不是非常大顆嗎 他球超小顆耶 他大概有沒有足球那麼大 就是那種 一隻手可以拿起來那種大小 對啊 很小的球 然後在上面就是滾 他坐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超怕那個球還破掉 沒有我是怕他受傷 因為那個真的很危險 那個球就是這樣滑過去 真的是整個疊死在那個耶 地板上超危險 反正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我很少在街頭藝人看到這種 唱跳型的藝人 真的嗎 對 一般都不是那種打鼓半 就是那種就是彈一個吉他 特技和唱歌 然後很少沒有那種唱跳型的 然後他就是很認真喔 就是很忙一個人這樣子 他很精彩 就是很多東西都失敗 所以我覺得好好看喔 有失敗嗎 有喔 他的彩帶就飛出去都沒接到啊 喔 然後球 然後球好像也沒滾好啊 然後就是跳舞跳得很忙很累這樣子 就是很忙很認真 對啊 看穿他很認真 我就看了好開心喔 就有覺得這種就很有趣耶 然後我就用那個手機錄下來 然後我就po到我的那個 小紅書跟那個IG嘛 然後我發現 我發現小紅書整個大爆紅耶 目前好像有 三萬多人觀看過 這麼多人看了 對 三萬多 而且每天還是一直在收藏 這樣子 我看很多人留言耶 很多人超多人留言 而且是兩岸的人都非常喜歡他 因為覺得他超好笑 中國的網民們對他就很有意思 超有興趣的 還說他怎麼來台灣的時候都沒看到他 或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還說什麼 希望可以就是 拍出就是整套的舞蹈 然後放上去什麼的 然後大家都很想看 他會不會默默被你捧紅啊 應該也還好 因為我就是水少拍了一分多鐘 畢竟你在小紅書好像也說蠻紅的 就有一些文章會爆 有一些那個影片啊 真的很好笑 我現在在看到他的影片 還是覺得好幽默 可是大家如果真的很想看這影片 請去 或我新的IG看 真的非常精彩 因為他有po 那天我把他的小影片 po到我的限動上 也引起廣大的回響耶 真的 真的 他真的是很有紅的潛力 哈哈哈哈 好啦 反正是我們那天就是不小心看到 就是新一區蔡依林 對 唱跳藝的 哈哈哈 他男生喔 對 非常的幽默 對 好 那接下來呢 你要講 那個 也是很荒謬的故事嗎 我 我自己的話是 在 反正上班 然後我們在聊天 因為沒客人 聊聊聊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有一股 很熟悉的感覺 你知道有一種叫 deja vu 我不知道 deja vu就是法文 然後他是一種 那要叫怎麼講啊 就是似乘相似 嗯 就是你在某一個場景 你突然 欸你怎麼感覺好像以前 有發生過這樣的 或者夢過這樣的東西是嗎 不確定是夢 反正就是你的感覺是說 有這樣的場景 就是一模一樣 然後講一樣的話 然後就是做一樣的事情 這樣 反正就是要deja vu 然後那天我就發生這件事情 嗯 怎麼樣 那我就跟另外兩個同事在那邊聊聊 然後我就突然說 欸這一段我就是有似乘相似的感覺 就是deja vu的感覺 這樣子 然後他們也懂 就是大家都有發生過 嗯 然後我說 他說真假的 你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說對 我就發現你也是穿這黑色衣服 然後另外一個是穿白色衣服 我們就站在這邊聊天這樣 我說然後等一下就會有一個 比較難搞客人進來買衣服這樣子 那我才講完這句話 大概不到10秒鐘就有一個客人走進來 那他真的難搞嗎 就是一個女生的客人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就是一模一樣 然後就跟我的deja vu的那個形象一樣 他好像是穿全白 我也是印象中也是全白 然後就是極尖頭髮這樣子 然後他就進來 然後我就過去就是接他這樣子 嗯 然後就接接接 然後他也沒有到很難搞 但是他其實後來也有買 我們說我們的東西是不是可以 就是寄到香港 所以他用匯款啊什麼的 就是如果他朋友想要買的話 然後什麼 然後他也試出來之後 也叫我幫他拍他背面的樣子 用手機這樣子 對我來說也不到說非常難搞啦 但是就是比較多 一點的要求這樣子 嗯 其實怎麼會這麼準 因為我才剛講完說 感覺到這一段 同事整個傻眼 你說你是有預知能力 我記得我以小時候 也不是小時候啦 就很久沒有發生過了 但很久以前有發生過 也是類似的情況 對就蠻長 以前蠻長會發生的 最近就是這一次這樣子 我就覺得哇 怎麼又有這種感覺 我以前也會有這種感覺 對吧 因為每個人都會有 其實 這蠻奇妙的 對 好那接下來你同事又怎麼樣了 這個呢就是我簡稱他為K女好了 K女怎麼樣 其實在我們店裡是屬於一個 蠻愛整同事的一個人 然後他其實整都是還好 就是小小就比如說躲在門後嚇你啊 嗯 或者是把那個Sensor 就是防盜器放在你的包包 就是你下半時候就出門 就會滴滴想 然後你就可能會很著急在找 就是有防盜器就丟在你的包包裡 就是類似這種整人的東西 嗯 可是呢 整到他自己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會去附近買東西吃嘛 然後附近星光三越 B1 欸 B2吧 有一個那種超市叫美麗市場 然後就去那邊買東西吃 那每次上他就會有提袋嘛 提袋上面不是都有貼紙嗎 寫著美麗嗎 對美麗 沒有要寫美麗市場 喔真的喔 對就是 這名字真的很蠻討人言的 然後上次就有整另外一個 我們的另外一個同事 他就是把他的那個水壺 他自己的水壺 然後貼上美麗市場 就直接貼他水壺上 然後那個同事也不覺得怎樣 就算了也就沒有要撕掉這樣 就是他想整我 我就在吃飯嘛 我那天我就提了一個那個off-white 你知道我off-white那個包 嗯 就是 透明的 是PVC材質的 對對對 然後整我就貼在我的那個包上 然後 突然我就聽到一聲他說 對不起你 我說怎麼了 然後我就衝過去看 然後發現 他說他只是輕輕貼上去 然後 結果那個 一撕下來就發現 整個都是慘膠 那怎麼辦 因為他是PVC材質 又很難 你知道那種材質貼到那種殘膠 就很難 刮掉 結果刮掉你還是會有一層 刮痕 霧面的那個膠 對 嗯 然後他就說 他說我真的對不起你什麼的 我就說 哦 當下你知道那種感覺是 是要生氣嗎 可是又覺得說 都已經發生 要生氣 也不是這樣子 就是整人 整到自己這樣 因為他必須要去幫我清那個膠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一起是早班 所以我們都一起修 我們修的時間都一個小時 所以他整個大概從40分鐘後 就開始在那邊清那個膠 他就一直用手刮刮刮刮刮 其實那應該蠻好清的吧 你只要有那個去膠 可是問題就是沒有 我們店裡面沒有那個東西 他就拿那個縫向膠帶說 那我把它黏掉 然後黏黏黏就更嚴重 真的假的 結果那個膠都黏在上面 然後他就說 那我用衛生紙 就是稍微這樣扣 就衛生紙的那個屑屑也黏在上面 那不是整個 就一塌糊塗啊 對啊 那你說怎麼辦 最後他就說 算了 受不了了 然後他就跑去對面家 我再買那個去紙油 回來幫我清 然後回來就說 我就死了 然後他就邊清他就邊罵髒 我說 幹幹幹幹幹 他就說 幹 整到自己這樣 只是覺得 輕輕貼上去不會怎麼樣 可是沒想到星光那個貼紙 膠非常的黏 我個人蠻討厭這麼黏的貼紙 我比較喜歡是那種就是 黏上去就是不會 就像紙膠帶這樣子 也不是耶 像無印良品的貼紙 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就沒有很黏性很強 可是他又可以黏住 你知道你買東西 最討厭就是那個膠啊 黏在上面 所以無印良品的那個貼紙 真的是 我不知道他怎麼設計的 反正他撕下來都可以輕輕 就是把它弄得非常的乾淨就對了 對 反正那一整天呢 那位K小姐就是休息時間都在清我的包 他後來真的就把我清完了 就是真的都沒有慘焦 但是他也用了超久的時間 然後手都是那個 捏捏的 就是那種氣 對 去植油味道 然後我就說你現在是不是很累 他說對 他說整到自己 真的是耶 真的不要那個 手真耶 這我覺得超好笑 我發現他常常整理都會失敗 就可能我是個比較冷靜的人吧 還是怎樣 那有一次也是躲在那個 掛衣服的那下面 然後想說伸手出來嚇我 這樣子 然後呢 他整個窩在那邊喔 蹲超低 然後我就一上班我就很急 我說我要去打卡 然後就走走走 然後他的手就伸出來 然後我就這樣子跨過他的手 我說幹嘛 然後我就去打卡 他說有我沒嚇到 我說沒有啊 蹲成久好不好 那也太衰了吧 就沒整到啊 他真的都整不到你耶 可能比較冷靜吧 但你很愛整人也是啊 很愛整人啊 對啊 你很愛嚇我耶 對 因為你 其實很容易被嚇到 對我真的容易被嚇到 就很有成就感 我真的有個毛病 就算我明明知道他要嚇我了 我還是會被嚇到 他真的很 這是膽小吧 也不是膽小 因為我怕聲音很大聲 可是我有時候沒出聲啊 就像剛剛 比如說你去尿尿 然後我就在門口 我只是貼在門比較近 那你開門還是嚇到 我那個一定嚇到吧 而且那個 我跟你講 因為你就知道我在門外啊 我不知道啊 你就站很近啊 我跟你講 那個有時候真的會嚇到想揍人耶 就是 有時候我 不是有時候我會害怕到就是 揍一拳 有鬼 對啊 揍他一拳 我跟你講 那麼容易看到鬼啊 我跟你講這很難說 你哪天突然被我揍一拳 你真的是自己倒楣耶 你真的要承擔這一拳 我先跟你預告這件事情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 你不要囉嗦 然後我就是一個臭屎辣 很膽小就對了 好 那接下來要講的事情是 我的事情了 講青春期 青春期事件 我最近碰到一組客人 非常的幽默 幽默到我就是 我到現在還是 是個謎 是個謎 因為那一天呢 的情況是 就來了 先來兩個人 他說他一進來說 anyhow 我有定位 我姓陳叫陳小姐 我們定三位這樣子 然後我說 喔好 那我就立刻去翻 我就是定位記錄 我想說奇怪 我怎麼翻 就是沒有 三位陳小姐在這個時間點 那我就想說 該不會是 我自己就是 兩光吧 就是可能 會不會忘記 想要定位 或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還裝了一副 就喔好 沒問題 那就是 這個三人位給你 就裝了一副很鎮定 這樣子 那我心裡想說 奇怪 怎麼真的有這個時間 這種三位陳小姐嗎 我就一直 去滑 我就是各種 就是打電話的 那個寫的記錄 或是 可能IG定位記錄 去滑 就是沒有啊 就是我這幾天定位 就沒有三位陳小姐 就在可能20幾號 有一天 三位陳小姐 當然也是 離蠻久的時間 這樣子 那我就說 好啊 算就算了 那就算了 沒關係 反正就是讓他們做 然後他們就是在那邊 哇 店裡好可愛喔 什麼什麼之類的 在那邊一直看看 然後他說 我還有一個朋友還沒來 我說 喔沒關係 你們可以先做 什麼事 那我們先去抽個煙好了 說喔好 他們就去外面抽煙了 抽煙抽一抽 然後他進來突然問我說 欸不好意思耶 我們走錯餐廳了 什麼之類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青春雞在哪裡 然後我就 立刻撒住 我說 喔 我們就是青春雞啊 然後他說 你們的青春雞 我說喔 對我們就是青春雞 然後他說 喔 那我就問一下我朋友 然後他們兩個就跑出去了 跑出去之後呢 就沒有再回來了 蛤 對 好奇怪喔 那他們到底要去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裡啊 因為他就說他們要找青春雞啊 可是我們就是青春雞本人啊 對 你已經到青春雞了 然後又什麼意思啊 我不懂耶 在心中還是個謎耶 你沒有揣測說他們是 我在想 會不會真的在某一天的三位陳小姐是他們 就是在過好幾天的三位陳小姐是他們 然後呢 可是 就不是那一天 然後呢 那為什麼他們 那兩個人可能跑出 因為可能定位的不是他們兩個 是另外一個人 嗯 我不知道啦 反正這是我 好奇怪 我要猜想的啦 但我覺得這故事蠻 好神秘喔 好想知道他們的 對啊 常常知道他們到底要去哪裡 當時我就想說 會不會真的是我沒寫到 那我想說 會不會他們自己找錯餐廳 也是有可能 就我不確定 反正到底其實我心目中還是個謎 可是找錯餐廳 他怎麼還要問你說 你們這裡是青春雞嗎 他應該要說 你們這裡是某某餐廳這樣子 對 可是他是講青春雞啊 所以他可能 所以我就不知道啊 奇怪啊 這個超迷的 這件事情超好笑 超奇妙 但我個人覺得蠻好笑的啦 我會不會在蔚藍來見到他們 好神秘喔 下次你如果遇到他們 如果你記得 其實我最近他們 最近很多客人的臉 我都記得不太足耶 嗯 因為最近很多客人的臉 都在我心目中是模糊的 因為你記性真的很差 對我蠻差的 尤其是我們店都來女生 女生呢 我很會對女生臉盲 哦 對啊 我腦袋中好像只記得帥哥這件事情 哦 哦 OK 就如果不是帥哥 往往很難記得住耶 我發現 很容易略過 以貌取人 嗯 也不能這麼說 就是我的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我記憶好像就是有限 有限 應該說我記憶裡有限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 我覺得這應該在 聽新聞的環節吧 我最近就看到一個新聞 我覺得非常的精彩 就是 最近也是鬧得沸沸揚揚 就是那個叫 JPG事件 你知道JPG嗎 JPG就是一間咖啡廳 然後最近上了新聞 反正就是他的事件呢 就是有一個客人 在他們的那個 Google留言留了一顆心 嗯 然後 留了一顆心的原因是因為 這客人呢 反正在他餐廳 我先講一下 在他餐廳 他就是有低銷200塊就對了 然後這個客人呢 他當時去到那間餐廳 他只點了 140的咖啡 可是因為他沒有滿足到 就是低銷 所以他們店員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我們就是要低銷200塊 你要再點到低銷200這件事情 可能那客人就覺得說 我已經吃飽飯了 我又不餓 就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點了 他就說那你們有個60塊的餐點 我要點到60塊錢的棉花糖餅乾 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剛剛說 不好意思我們棉花糖餅乾 就好像今天都賣完了 所以就沒有 那你可能要搭配其他的餐點 可能就是 就比較貴吧 可能150的鬆餅 或什麼等等之類的 就超出200塊有一點點多 可是因為店的低銷內用就是200塊 可是那個客人就很不爽這件事情 可是當然店員問他說 那你要不要就是 外帶 就是咖啡外帶這樣子 可是那個客人可能就想要內用吧 然後那個客人好像就不爽 就走出去 就是餐廳說 那我不要了 就走出去 然後出去之後就打了長篇大論 然後就給他們一顆心這樣子 可是你不是說他什麼東西也沒吃 他沒有點啊 他沒有點 他也沒消費 他就不消費了 他就不消費 然後出去 就是他覺得很不爽 就是為什麼硬要我消費 然後這件事情還沒完 這件事情就給了一顆心之後 那個 就是JPG咖啡這個老闆 非常的不爽 他就把這個人漏售出來 把這個人的照片貼在他的 就是IG線洞上面 然後就一直不斷的就是 你說貼在JPG的 IG線洞上 然後就不斷的就是漏售他 然後講這個故事啊等等之類的 然後還把監視器調出來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漏售這個人 這個客人就對了 然後對他就是有一些 是有漏售到嗎 有漏售到啊 還把照片貼出來啊 然後還講說他做什麼職業的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 好可怕 就是攻擊 反攻擊他說 如果客人都可以攻擊我們 為什麼我們不能攻擊客人 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我看完就 哇好精采唷 可是你知道我今天滑TikTok的時候 有人把老闆漏售出來 喔真的嗎 也漏售出來 然後還把他以前參加過選秀節目的畫面 給PO出來 喔真的假的 不知道什麼節目 類似什麼 其實他好像是某一位我們朋友的朋友耶 是喔 對他後來有跟我講這件事情 然後他跟我說 他也當吃瓜的群眾 還一直在看這件事情 評分這個東西 其實那個機制其實沒有做得很好 尤其在Google評論的這個評分 我覺得機制沒有做得很好 就是好像 我愛怎麼評就是怎麼評 是沒錯啊 我覺得這個機制沒有很好啊 因為 其實我現在覺得評分機制最好是UberEat的評分機制 可是就是 這種東西就是看看就好 也不會有人 就是我個人 我個人就是看看就好 我也不會說 他寫怎樣 就是 真的會相信這樣子 可是因為很多人 可是除非就是真的很多摺都是這樣 喔 然後就比如說那個人 比如說這家東西那什麼什麼很難吃 然後就下面擠著全部都說 那個東西真的很難吃什麼什麼什麼 我就覺得說 好像真的很難吃 但你知道評分這件事情是可以洗的嗎 很多人會去蝦皮買 就是可能 對啊 我知道 我知道可以洗啊 對啊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你覺得他 所以就是 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對啊 所以我個人覺得評分機制沒有很 很好的地方就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沒有很完善 像我會說最完善其實就是UberEat 因為UberEat基本上他一定要消費 你才能夠給評分 然後他的 我會說很好是因為他只有保留三個月的評分 就是你這個評分是可以三個月內 就是一直會上上下下的 就會給你改善的一個空間 對他有給你改善的空間 可是Google沒有 他是一輩子都留在上面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Google的評分機制 其實沒有做到我覺得非常的好 好 那呼籲一下那個Google的員工 如果高層有聽到的話 可以更改一下 他們才不會聽我們節目 可是我個人覺得 我現在看到這麼多評分機制 我覺得最好真的是UberEat 他真的做最好 所以我覺得 他是真的讓店家有改進的空間 或什麼之類的 對啦 對也不會讓可能客人亂留言 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發現很多客人真的是很愛亂流 或是有可能同行攻擊 或什麼 你可能也沒消費 你就可以留言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沒有到很好 我自己是覺得啦 看看笑笑啦 當然我會去一家店 我會先去刷一下他的評分 你看吧你還是會看啦 我會看 但我大概看一下說 比如說什麼東西好吃 或什麼東西不好吃的最多人 就是care 就是說哪個東西不好 所以其實他多多少還是會影響到店價吧 評量評分 我覺得會 多少評分叫低 對我來說 幾分以下你覺得應該就是難 我覺得4分以下就低了 那我覺得你這些東西完全不合理 3.8 3.7 這樣子 但你根本完全就不合理啊 因為你最喜歡吃的好幾家店 基本上都沒有這麼高的分數 真的嗎 就是3.7 3.8 你東區很喜歡吃那家叫什麼 老友記 老友記 老友記分數超低 因為老友記本來就不是走服務態度好路線 所以沒有他們很多人說老友記不好吃 CP值很低 可是我就說這東西是合理的嗎 CP值真的是不高 CP值是對於比較窮的人才會care 因為有錢他根本就不care有沒有CP值 我也覺得 對啊 我們講這個東西會不會被罵 他可能是40吧 我也覺得是 對啊 我如果今天很有錢 我去吃一頓吃個2000塊我也覺得還好啊 那有些人覺得一頓吃個200塊我覺得好貴喔 你剛剛我會這樣說 是因為我覺得有些人就算他沒有很有錢 他覺得吃2000塊他也覺得還好啊 可是他覺得這個東西對他來說就是享受 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有些人不careCP值 但有些人的CP值是建立在大不大分這件事情 對啊 你別忘了以前青春機有參加一個什麼 很可怕的平台 很可怕的平台 對 他就是買一些券 那個券就是可以打折還是什麼 好可怕 然後我跟你講吸引來的客人都是outcare 80%以上全部都是outcare 好可怕 那時候我後來從此說我不敢再跟那個平台合作 對不對 要不是說我們覺得說比較愛談小便宜的人就是怎樣 可是真的就是我們遇到的都是outcare 對啊 我真的很怕CP值這幾個字我超怕 對 反正我覺得CP值這件事情真的也是蠻精彩的 大家如果真的 想要了解一下可以自己去看 可是因為我很多咖啡廳朋友其實看完這些東西 他覺得 嗯 也蠻有感的 有開店的人都會講出 對他們的心酸 講出他們的心酸 我覺得有開店的人就會講出他們的心酸 因為真的很多人 因為說實話口味的東西真的是見人見智 有些人就喜歡有些人就不喜歡 是沒錯啦 對 我不是會花太多時間來聊這個 好笑 我要講一個奇壇呢 就是呢 因為我最近在刷TikTok 你知道我們今天我們的閒聊娛樂圈是不是 對 娛樂圈的八卦就是 我之前刷TikTok 有國人在講說 不然你到底去哪裡了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有懷疑他說 可能他被囚禁起來了 或是他已經過世了什麼的 這種陰謀論 可能是我最近都一直看到吧 所以他就覺得我對這有感興趣 所以就一直有跳推播出來給我 就TikTok上 可是真的好多外國人在聊這件事喔 真的有一個外國人 他就PO了去年不然你結婚的那個影片這樣 他不是就驗了一些賓客嗎 說是四五十個人 然後也有一些他的好朋友 什麼派律師寫的 馬丹娜 什麼朱爾巴黎摩 什麼那些明星們一起來 他結婚有對外放出一個他結婚的一個小短片 就從他坐馬車啊 然後跟他男朋友到會場啊 那我想說這小短片好怪喔 就是他男朋友的鏡頭都是很清楚的 就很像就是比如說 iPhone 現在iPhone13拍的好了 那只要在布蘭妮的時候 就是像iPhone3拍的 只要布蘭妮的鏡頭就會變得很糊 你說臉很糊喔 就是整個人都很糊 整個身體都是糊 就是那邊邊都是糊掉的 就覺得這什麼 怎麼弄我們咬 很不對勁啊 那個有一個畫面是他帶著婚紗 然後馬車這樣走遠 然後臉就對著鏡頭慢慢這樣子 那個臉也好怪很像Key上去 因為他從頭到尾都沒有眨眼鏡 所以就很像你知道AI合成的 我覺得超怪 那個超怪 然後我在看完那個之後 再看那個網友說的那個 馬丹娜跟派瑞斯希爾頓什麼 他們在一起也是對外放出的一個畫面 就是他們在那邊唱了一首馬丹娜的歌 然後就還有稍微的舞蹈這樣子 然後反而布蘭妮的手呢 他就是放到那個派瑞斯希爾頓的那個頭髮 可是他放到頭髮上的同時呢 那畫面就重疊了 重疊在派瑞斯希爾頓的頭髮上 就是你會覺得說 那畫面是在派瑞斯希爾頓頭髮的後面 但他手在抬起來的時候 那個頭髮竟然沒有動 就也沒有被撩動 就證明說他應該不是放在他的後面 他的畫面就顯示他在他的後面 就整個人很像投影或者是Key上去的畫面 我看到啊 對啊 我不是要給你看 我覺得很詭異超詭異 這破綻百出的一個影片 我就覺得好怪喔 可是為什麼這些大明星要陪他玩這個AI 對啊 那時候我就在跟我同事討論說 會不會是其實大家都在隱瞞說他已經過世 這有什麼好隱瞞啊 過世就過世啊 或者是他握有一些什麼秘密之類的 比如說大家不是有遙傳一些好萊塢明星都是光明慧的人嗎 或什麼的 會不會其實就是他跟光明慧有關係 然後什麼有一些陰謀論啊什麼的 我在想啊 我自己在那邊亂猜的啦 不然你不是很愛在IGPO一些他跳舞的影片或什麼的 那些影片都怪到不行 有些真的是糊到不行欸 或是他轉身的時候那個臉就不是他的臉 就稍微會變不知道誰 然後就突然又 哪有 我看影片我就沒有啊 有人是直接把它就是放慢到0.1倍數才看得到 對 就很微 或是在一個花園裡他手一台後面那個花就不見了 可能有一朵黃色的花就很遠的背景 然後再放下來那花又出現了 然後人家說嗯 是什麼意思 是背景美Key好嗎 蠻正常的啊 你看現在很多那個什麼美肌美太秋那個臉都是糊的啊 對 可是你身為一個明星 你不可能自己在那邊滴看你 那時候有團隊幫你操作在PO那些 我覺得他可能沒有欸 因為我覺得他不然你好像現在 也不像以前那麼的風光啊 他那麼有錢 他至少有一個團隊吧 有一個工作室或是一個經濟團隊吧 這我就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現在沒有在商演吧 之前好像還有吧 有嗎 對啊 然後我就想說 不然你到底怎麼了 所以你不是懷疑他死掉了嗎 對啊 所以我就還因此就是 我就把這疑惑拍成了一個片 短片 然後我就放在我的小紅書跟IG上 意外的小紅書流量率又很高 又破萬 好像一萬五把觀看 超多人在酸我的欸 超多人說我在蹭流量啊 什麼的就是 不要在那邊胡說八道什麼鬼的 這個蠻像胡說八道 然後我就想說 我沒有胡說八道 我也不是說我就相信怎樣 我就是把我的疑慮講出來 包括我在tiktok上看到很多那些網友抓到的證據 所以我就是把我的疑慮就是講出來 其實我就獲信就是一個很喜歡 相信百分之三十的那種人 因為就像小第一次見 你就想要相信他真的有怎麼樣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因為我就是很對神秘的事情很著迷啊 對 你不要到時候真的他出來 他到底是真的邀傳他真的過世 你就知道大家都相信我 你真的還相信那百分之三十欸 或是百分之十的事情欸 我就相信啊 因為你看那個證據就擺在那 就破綻百出 你有看到那個影片 你看那個好好的一個影片 正常影片怎麼可能會有這種畫面出現 我是不知道 因為你現在AI技術這麼強 可能也是人家run合成的啊 沒有那個是他 我是直接結People雜誌的那個欸 那個People雜誌是一個很官方的一個影片 一定是 不然他自己給那些各大報社或雜誌 是嗎 對啊那個影片都是就是新聞的畫面啊 他沒必要給一個自己也沒生過 那他何必要假結婚或什麼之類啊 我不知道欸 就覺得大家都覺得 而且我還要再講 他老公真的很像gay 他老公是舞者你知道嗎 是他的 好像是他的以前是他舞者還是什麼的 就一個很拉丁裔的 有點像瑞琴瑪丁那個路線的人 但我覺得就很gay 不知道為什麼 你說雷達又像是不是 就覺得好 有點小gay 他當然不是 他不是那種偏女性化的gay 他就是也是很man這樣 可是就是覺得很像瑞琴瑪丁那個路線的gay 主流gay主流gay 他老公蠻帥的 可是就會覺得 跟他親密接觸 比如說親吻啊 好像又沒有特別熱情感覺 就像碰一下這樣子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 嗯 好不對勁啊整個人 就覺得整個布蘭尼很不對勁啊 好啦那你就繼續追蹤這個系列 我會繼續跟大家追這樣 我有更新在跟大家追 一個神秘檔案的感覺 超喜歡這種很奇怪的東西 好那我們進入到下一個環節了 服裝巾部分 這個我要講漏漏等 好簡短講好了 還是我幫你講喔 比較快 幫你講重點 好我先稍微講一下好了 反正我就是 反正就是前陣子 不是Mugler跟H&M合作聯名嗎 然後我就 本來沒什麼興趣啦 可是我看到幾件單品 就覺得說 天啊我真的很想有一件 那個駭客任務的那個 大長皮衣 然後想說 哇 H&M這個才一萬七而已 就也沒有到很貴 因為它是真皮的 然後想說 我一定要買到手 因為我就是一直很想要一件這種款式 而且它好像是網路限定對不對 對因為它實體店沒有賣 它就是寫網路限定 換你講 好我講 因為簡單來說 就是霍姓真的很想要這件皮衣 所以他就那一天在搶的時候 他先上台灣網上去搶 欸沒搶到 要點進購物車就是點不進去 反正就是一個下午 反正就是簡單講就是台灣 就要開賣了嗎 然後我就上去搶 反正簡單講就是 他點不進去 反正就是購物失敗 然後他就超不爽 他說怎麼辦我真的沒買到 然後他說我一定要買到他 然後又跑去就是可能 各大國家 因為你知道現在公管這樣它可以轉換國家 感覺可以去別國家 因為每個國家的貨量都不一樣 嗯 果然我就轉到 轉到去 我先去泰國 想說乾泰國那麼熱 應該沒有人要買那個 結果就穿到泰國 果然還有貨 我就立刻點點進去 結果呢 我已經存到購物車囉 裡面全部泰文 我看不懂 我要翻譯翻到什麼時候 因為我是要請代購 因為我是要請代購 就是我要請那個 技大倉庫的地方 可是全部都泰文啊 我要翻譯翻到什麼時候 因為你覺得切的GPT翻啊 不是 他那個是滾軸式的 那個H&M他那是滾軸式的 比如說你要選哪一個區 什麼 然後我就看全部泰文 然後我幹嘛 我要滾到什麼時候 一個一個翻 泰國也沒有買到嗎 對 泰國也沒有買到 他說到晚上10點的時候 好像在美國跟加拿大會開賣 對 就是那個網站會開賣 我想說 好就等到晚上10點 然後就10點一到 就立刻上去 而且我不是上美國 我去加拿大 想說 加拿的人應該沒有那麼時髦 要攻擊這麼大的人 可是因為加拿大穿的比較休閒 地很大人很少 然後就去加拿大搶 果然有貨 被你搶到了 對我就搶到了 我不知道我哪根筋不對 我就按到了3XL 我想說我要買最大的 然後我就 那時候也就是 太緊張 我就直接把3XL 加入購物車 可是後來仔細看 你知道Model是穿什麼穿的 Model是穿S 我想說3XL 我是要穿多大 對啊 你會來像大人 那個什麼小孩穿大人 我就想說 那我就把MUGRA 當巴黎世家穿好了 最好笑是 霍欣還沒寫錯 他最搞笑的東西 他代購的地址他寫錯 對 因為我太緊張了 然後我就 反正那個記者有個G13 我就沒有把G13寫進去 然後反正我買了兩件 另外一件我買牛仔外套 我也是搶到 一個大電競的牛仔外套 我也是搶到3XL 你知道那Model也是穿S 已經很大電競 我說3XL是要多大 我只能等著看你垮下來 對啊 我就想說幹 結果我傳兩件 然後都是請代購 然後牛仔外套有寫對地址 皮衣就沒寫對地址 就很搞笑一下 他到現在還在處理代購的事情 對 然後我就是 你知道我最妙的是 我跟NHN發信 我說 不好意思 你那個貨又還沒寄出 可以幫我更改一下地址 什麼的 然後他竟然回我說 他說 嗯 我們沒有辦法更改地址 我們只能退你錢 對 我覺得說如果你顯示已抵達的話 那你就跟我們說 我們就幫你處理退款 這樣子 我想說 是什麼處理方式 超怪 你不是想買啊 對 重點是我是 錢不是問題 但是就是重點是 我是想要那件外套 而且 如果我今天是騙你的呢 你懂意思嗎 就是我今天是 寄到另外一個地方 我騙你說我沒收到 嗯 那你就要退款給我 等於說我有我衣服 不可能 他們一定是你要 退到他手上才會 退款給你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會再請那個貨運 去那個地方收 不是啊 他記錯的東西嗎 不是因為那個人 那個地方就不會有人簽收 不確定 一定的啊 如果你記錯 那個人就不會簽收啊 萬一就是 真的有人簽呢 有人不知道 他可能說 喔好啊 萬一對啊 那就是你倒大沒啊 對啊 所以說 所以說我今天有心 要騙H&M 是可以騙得到啦 你懂我意思嗎 這我不知道耶 對啊 因為如果我說 我有心 他們都是這樣處理方式 那我不會 我先跟你說 因為我一個朋友 他做造型師 他有一次的經驗 就是要記錄到英國 他那邊就是有人簽收了 可是 那邊的唱片公司 就說他在那邊沒有人收到 對 最後我朋友就賠錢了 對啊你看 所以沒有 賠錢的是你 不是H&M 賠錢是我 為什麼 因為那個人簽收了 所以他代表說 那個人有收到東西 所以賠錢的是你 因為你拿不到東西 所以賠錢的是你 沒有拿不到東西 沒有H&M跟我講的是說 如果顯示已抵達 就是那個人已經簽收了 他說我再去跟H&M說 H&M會直接退款給我 沒有 你完全搞錯他的意思 沒有他回信給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搞錯 他不可能這樣子 這樣子他們會賠死 不可能這樣子 只要是有人簽收了 代表說那個人已經簽收了 他只會退給 退給沒有簽收的人 對 好怪喔 對你自己搞錯了 那他自己回信給我講說 如果那個 因為我沒有看你回信 我沒有看你的回信方 我回信他是跟我講說 如果 那邊已經顯示已抵達這個狀態 應該是說他已抵達但沒有簽收 他沒有回我沒有簽收 正確來說是已抵達但沒有簽收 他才會退回去他們 他才會退你簽 沒有而且我還回了第二次信 我說確定嗎 我說 可是我是真的很想要這件衣服 你真的不能幫我更改地址嗎 他就不行啊 而且你們又還沒寄出 因為貨物還沒先寄出 他就說 我們以下訂的東西 就是沒有辦法更改地址 我真的覺得超不明顯 你後來不是直接去圍他們的物流嗎 對 後來真的覺得 H&M超怪 然後我就立刻直接聯絡他們的物流 然後物流就很好心的 還請那個AI 來跟我對話 但我懂他們耶 因為其實他跟淘寶的道理是一樣啊 因為我記得我淘寶有一次好像也是買東西 然後商家不負責你物流的部分 因為你當時寫什麼地址他寄什麼地址他已經寄出去了 可是是商家去寄的不是嗎 如果他已經寄出去了他不會管你啊 就是你要去找物流更改 所以他已經寄出去了 就等於說你要對物流 你就是要對物流啊 所以你要去找物流沒有錯啊 所以商 就等於說 賣家已經不管我的事了 因為是你自己寫錯地址 對 是你自己寫錯地址 無法更改 因為我上次有碰過一樣的情況 所以最後 問題是 我是馬上叫他改地址 他就說沒辦法改啊 因為他東西就還沒寄出 但可能他的訂單直接送物流公司或什麼之類啊 對啊 就是他們的倉儲 我不知道他們倉儲什麼設定啊 但有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自己對物流是對的啊 反正我後來就找到物流了 然後物流還跟我AI對話 然後寫了一對 他就說他要幫我重新寄 所以於是呢 我的衣服已經安全抵達到了加拿大倉庫 這兩個都寄到了 都到倉庫 都到我待運的倉庫 那就好啦 沒有寄丟 那就 就好寫 真的 好啦 其他你拿到開箱 對 好我們進入到咖啡廳做一下的環境 你這是去的那個 有一家店叫商星酒店 對 不是江蕙那個 不是那首 其實我覺得應該也是那首歌的概念延伸出來 也是好像 對啊 應該是那首歌延伸出來的 反正他是在那個市民大道上 靠近東區那邊 一家新的就是 有點類似餐酒館的地方 對 他就晚上好像六點來開吧 五六點開 五六點開吧 然後那天我們就去那家店就開箱就對了 對 然後去吃他的酒啊 之後也會上YouTube 上面宣傳一下 說走就走YouTube 會上 青春集有限公司 說走就走 可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上了 應該是好幾個禮拜後了吧 對 還沒弄完 對 還沒到那一支 還沒剪輯完 對 可能一個月後了吧 不確定 反正那家店呢 我覺得蠻酷的是 它 從頭到尾都是播國語老歌 對啊 不是很老的啦 大概就是九零兩千年時期的那種老 那種歌 對 什麼 什麼 他一系列都是情歌耶 對啊 沒有啦 也有快歌啊 那也是跟感情相關的快歌啊 對 就是有關於失戀 失戀的歌 療傷歌曲一系列 我覺得蠻可愛的一家店 對 然後人也是很多 聲音蠻好的 我還講一下 我特別講一下 它食物其實還算 食物好吃耶 食物是好吃的 沒有雷 我沒有踩到雷 其實有個比較普通 就是那個 麻油雞的那個 可是也不難吃啊 不難吃 但我覺得好像偏油一點點 因為它就是麻油 對 但油有點太多 但其實 但我來說還好耶 但其實 沒吃它下面 吃它下面蠻油的 但其實整體來說 它吃東西算是好吃的 那我特別講一下它的酒 它酒很好喝 酒好喝 它的調酒蠻好喝 因為我們是做吧台 對 然後我們就看到那個調酒師 一直在我們面前耍雜技 蠻厲害的啊 在那邊拉起來 然後什麼什麼的 然後燒東西啊 什麼的 我蠻喜歡這家店的 雖然地方有點小 就是它的位置沒有到很大 但是就是蠻舒服的 可是我們那天吃下來其實不便宜耶 我們兩個好像也吃了 應該有快兩千塊喔 有嗎 因為我們點很多道耶 我們又點了滷味 然後又點了什麼 炸物 然後又點酒 要煮食 水餃 又點水餃 又點飯 是蠻多的 對啊 嗯 但其實它的東西算是 我覺得真心來說也蠻不錯的 這家店我個人蠻推的 而且那個氛圍也很好 對 你不是有問嗎 它不是 它有一個DJ台 你說它是禮拜幾啊 忘記了 欸我忘記禮拜幾耶 我要看自己去看Youtube啦 Youtube會剪啦 我現在就忘記了 我現在金魚腦啊 好像某個禮拜幾的晚上十點 好像會播 就有DJ來放音樂這樣子 嗯 十點 十點到兩點吧 我想說 一點兩點 但我覺得現在會不會是放也是國語的remix 這我就不清楚 華語金曲 這我就不清楚了 但我個人覺得有機會我可能想再去那家店 因為我覺得氛圍不錯 對 重點是東西是好吃的 欸他們要定位喔 因為現在我看到他們其實是有定位時間的 是喔 我們那天真的沒定位 我們兩個就去了 然後他就這樣看一下說 然後剛好有位子 讓我們做 對 當然我是推的啦 如果大家有機會喜歡小卓的餐酒館 我蠻推薦的喔 是的 對阿 好啦那我們先 就聊到這囉 嗯 那下次見囉 掰掰